今天小李寻山 带大家去四川大义 探访一位深山里的养鸡人 走妹妹 我们出发 我们现在前往四川大义 大概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像叻鸡边 Between bib 攀 pige 嫂子 这回饿了 就准备把它放出来了 这个房子就是鸡的宿舍 就是鸡住宿的地方 是他们的家 这个房子就是鸡的宿舍 你们有点两盒 你看这里有点洋真 change 一定要两盒 竹鸟喔 嗯 我们现在 现在用三圈水把鸡洗盖进 这个鸡是八个月大的公鸡 拿来两半正好 洗盖进后就可以下锅了 我们只加酱 再加几根花椒 因为这个鸡的肉质本身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不需要太多的调料 直接就能煮出很鲜美的味道 就像那句话说的最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接待的烹饪方式 现在我们的鸡已经起锅了 我们把它切成块儿 加入大葱丝 搭上酱油、醋、红油、辣椒和白糖 就可以吃了 这些都是山里面平时煮饭用的最简单的调料 但是两百块的鸡肉真的是非常的香 其实和高大哥人士是很偶然的 三年前有一次我开车到山里面耍 开刀开刀就没得露了 我就想干脆自己徒步进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啥子 结果就发现有很多鸡栽在树上 我再往里面走就看到两间房子 高大哥一个人在里面 我跟他聊才晓得他已经在这儿待了六年 我很震撼一个人能忍受多年的孤单寂寞 独自在深色里劫持穿通的养制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们这儿上面不得狗带吗 狗带 因为这么多年了 已经习惯了 哎呀 用鸡鸡的作用 用鸡鸡你看 特别是这两个鸡鸡 鸡鸡鸡太贵了 你们赚不了钱 这么大鸡 传统的养发 不是强分子 那种管的味道 那种味道 然后我自己的山上常放的 吃虫子 炒子 背景嘛 经常放出来 经常配老鸡啊 这些 一般最少都要养七八个月 八个月 八七个月啊 甚至一年 老母鸡的话 最少都有四百多天的 也有五百多天的老母鸡 你胃养鸡了 所以吃的时候 真是生活胃 就是你说赚钱呢 就是给你们说 赚不了多少钱 因为我养的不多 省去面子多要年 省去把这个鸡鸡蛋 也养到最好 把这个鸡鸡养到最好 让大家吃上放心的鸡蛋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们 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不晓得 是啥子制作高大哥 在这么撇皮的山里 劫持了快十年 所以今年 我专门过来 配了这部片子 记录高大哥的生活 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在园里城市的大山里 还有这么一些 劫持传统 中央制身权方式的人 他们是传统事物 最好的收复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